請問是王婆婆的家屬嗎? 婆婆的上次報告檢查出來了 我目前判定為遺症癌第四期 我想先安排住院治療 稍後我會再跟阿嬤解釋 不行啦醫生,我媽會承受不了 先不能跟她說 對啊,我覺得還是不要說比較好 怕她老人家會經不起打擊 基本上基於醫學倫理的持勤同意 我想還是要告知病人才對喔 醫生,不用你那麼機婆 我們家屬有自己的打算 不要跟我媽說 對啊,我們會自己說啦 好好好,你們先不要那麼激動 先冷靜 那我們先安排住院,之後再說 王阿姨,我是今天照顧你的護理師 你今天有什麼地方不舒服的嗎? 護士小姐,我到底生了什麼病啊 我感覺到越來越不對勁喔 你想太多了啦,就只是一般肠胃炎啊 沒事不要吵別人做事情啦 護理師,你千萬不能跟我媽說到病情這一塊 我怕我媽會承受不了 難道醫生沒有跟你提過這件事情嗎? 要記住千萬不能說 小姐小姐,你先不要那麼激動啦 那不如等一下我去跟醫生討論這一塊 我現在還有病人,那我先去忙 阿姨,怎麼了嗎?你有哪裡不舒服嗎? 護士小姐,我感覺到我身體越來越不對勁 我覺得這不是感冒那麼簡單 我很怕我走不出醫院 感覺我家人都在隱瞞我 可不可以告訴我怎麼了? 阿姨,你想太多了啦 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 沒事的啦,那我先去忙其他病人囉 蔡醫師,你知道9453床的那個阿姨嗎? 我是覺得她病情都已經這個樣子 難道我們不用跟她說實話嗎? 我知道啊,先前有跟他們家屬討論過 家屬他們很激動 要我不要跟她媽媽說到病情這塊 我覺得這樣不行 還是說我再約她家屬來 然後我們在討論室再一起討論 好,那你幫我約個時間我們再來討論 王阿姨的女兒,你好 這個是我們的蔡醫師 那今天要來討論王阿姨病情的狀況 所以我媽媽的病情有救了嗎? 可以痊癒是嗎? 基本上我上次有說過是癌症第四期 癌細胞已經擴散 以目前的醫學角度已經無法治癒了 那我們現在只能給予症狀治療來減輕她癌症上的痛苦 我上次聽到護理師跟媽媽說 媽媽想知道我自己生了什麼病 甚至懷疑說你們是不是有所隱瞞 你們說的那個什麼知情同意 我們都知道啊 可是我們就是不想讓她知道啊 阿姨這樣的情況我們也很遺憾 我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媽媽會這樣想是不是代表說她也想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主要就是想讓人尊重她 並讓她感到安心一點 這個問題是不是值得我們審視一下 對啊 老實說 阿姨都已經走到了末期了 而且根據醫療倫理法 病人其實是有權利知道自己病情的 況且也可以在人生的末期來好好的道別 免得以後留下任何的遺憾 醫師護理師謝謝你們我們知道了 謝謝你們 那我們現在一起去告訴王阿姨這件事情吧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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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